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徐贤和 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李翔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明代唐寅所作的柴门岩雪图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柴门岩雪图描绘了高山流水间雄伟险峻的雪山图景 整幅作品最吸引我们的首先是挺拔的山势 弥漫的雪色 似乎天寒地冻,山水也被凝固住了 但山腰处的墨房下面,溪水推动着水车 山脚的酒馆前,一面酒旗风中摇曳 又在寂静中平添了几分动感 尽管大雪之中千山鸟飞绝 可这幅画里却不是万静人踪灭 画中还有一位行人撑着伞前行,漫步雪中 在茅屋后面,一夜孤舟停在芦苇丛中 船夫坐在舱里躲避风雪 作者像是一位高明的导演 为我们设计了一组记录冬雪山景的镜头 让我们一起走进柴门掩雪图 走进这片意境深远的冰雪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柴门深沿 雪洋洋 柴门深沿 雪洋洋 古朵炉头 煮酒香 柴门深沿 雪洋洋 最是诗人安稳处 一边文字 一边文字 一炉香 柴门深沿 雪洋洋 柴门深沿 雪洋洋 柴门深沿 雪洋洋 intage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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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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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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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